大家好,我是VayK全人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部 虽然混乱但很有趣的电影《恐吓包裹》 这部是由八位导演将多个故事串联一起的电影 利用恶搞的方式 讽刺许多恐怖片总用城墙烂掉的梗而流于俗讨 所以我们无需以正常逻辑去看它 故事开始的迈克不满自己老被导演安排成 害主角陷入危险的罪魁祸首 于是想当好人的他 设法让主角避开不幸无奈都失败 像那次为避免其他人误闯鬼屋 迈克就故意把路标转向 但偏偏来的人却遭导航指示 没在管路标结果还是GG了 像有次他当房仲 就不断提示来看房的夫妻此物是凶宅 安娜对夫妻只当他在废话 然后就签下合约 看来又是失败收场 像这次他被安排当杀人魔 借机混入豪宅要对两个保姆 气管妹跟幼奶妹 可两人看到他口袋里的家伙 拆穿了迈克的阴谋 所以计划给幼奶妹暗中上楼报警 好来个先发自人计谋 但气管妹趁他不注意夺走他的家伙小剪刀 竟因太过紧张不慎狡猾 害自己遭小剪刀刺穿气管而 拜拜细细未顾 继续好心的迈克原想帮他拔出凶器 又因动作太大剪刀意外差距 赶来的又奶妹又凶上方结果也挂了 无论怎么不照剧本走的他 终究还是失败成为罪魁祸首 后来迈克只好暂时放弃好人梦 搭录影带店老板小胡子的便车 到偏僻小镇静静 身为恐怖迷的小胡子 最近在应聘新员工 第一位来面试的 同样是恐怖片迷的常客演静哥 由于两人观点不同 小胡子只能对他说 谢谢下一位 而第二位叫小韩的男子 对答如流的反应令小胡子很满意 于是立刻将他录取 不甘心的眼镜哥脑羞决定 要跟小胡子Battle恐怖电影 他派出临终远行这部电影出来PK 故事描述一群人到深山露营 遇到名怪男子要求他们把怪男子绑起来 不然他会干溜大家哦 那么看到他被绿色黏液感染 而身体开始融化 大家才赶紧依他只是拿出银制物品制服他 其中一对情侣的男友拿出手铐 让怪男子融化成烂泥才解除危机 可谁平常会带手铐出门勒 那是因为男友是变态人魔 开始干掉一个个同行的伙伴 展开无脑追逐战 而他女友好不容易甩掉他跑回原本营地 男友却追上来意外踩到粘液滑倒 导致脑门正中旁边斧头而sayonara 不料女友意外沾染粘液也跟着变异 临终前仅剩那怪男子能交换融化的心路历程 故事结束后小胡子不甘示弱 放了另部男子汉电影PK 故事描述这位阴险哥在酒吧厕所看到一则成为男子汉的广告 想说去参加看看 不然他老婆总嫌他没路用 而这的头头就是讲些干话来建立男人的自信 很快的阴险哥就受邀来参加 他们举办的重振雄风运动会 看似有模有样 数不知下一秒所有成员都变成狼人 而阴险哥则阴险的拿出喷子喷瓜头头 接着又拿斧头劈掉其他狼人 那么阴险哥终于可以骄傲的带着狼皮回去见妻子 成为主里真正的男子汉 然而回到录影带店 眼镜哥为争取工作 开始造谣小胡子行为怪异 不然他怎么拿气球去禁止员工进入的房间 一定有什么变态癖好 叮嘱小韩要耗之为之 真的是如此吗 小胡子看到小韩工作表现优异时 不会吝啬给予称赞 倒是眼镜哥总阴魂不散 让小胡子想到 他就像山寨版月光光心慌慌的杀人魔一样 总是一直回来且诡异的令人烦躁 即便遭一群年轻人抓拿 以乱到捅他啦 或用高压电击 哎他都没事 反而拿听诊器缺人人魔生死的少年 被他残留的电回击挂了 总之无论怎么折磨他 人家都有办法给这些青年回马枪 甚至用跟上半身分离的双腿 把少女夹到窒息 可幸存的戴希不愿放过他 毕竟戴希的前男友们都惨遭他的毒手 那么只好使出大绝招 就是送杀人魔进睡目机炸成枝 而跟眼镜哥一样烦的是 杀人魔的渣渣还能原地复活 够了哦 好啦 回来录影带电 小韩在休息室意外看见墙上惊悚的图案几文字 不禁连向眼镜哥说老板是变态难道是真的 于是小韩趁小胡子去上大号 决定要去那间他禁止人家静肉的房间 看有什么蛛丝马鸡 不料却照小胡子逮住 事到如今他也就不隐瞒了 其实秘密是小胡子暗中准备惊喜给小韩 感谢他对店里的付出 但小韩却没因此感而反而将小胡子打晕 等到行来是小胡子已身处密室 还有几个同样一头雾水的陌生人 有克药哥啦 小黑跟运动员啦 以及长发妹跟短发妹啦 都是恐怖片的套路角色 原来小韩是这间惊悚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们用杀人狂魔来测试人类对恐惧的极限级能耐 哪只狂魔竟摆脱警卫开始大开杀戒 密室的门根因此被奄奄一息的小韩打开 好让大家可以趁机逃难 哪只以前恐怖片开头小黑的牺牲又再次上演 主角们更慌张的走散了 小胡子这边意外来到档案室 以资料显示得知狂魔曾是大好人 救过离癌的男童 但后来男童却在某次聚会上玩游戏挂了 狂魔因此发疯而将聚会的人都干掉 并把他们的脸皮剥下制成他现在戴的面具 此时小胡子却插话 欸一恐怖片走向长发妹跟运动员 一定在某处会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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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于是另一边传来声响 啊啊 Fuck 长发妹太痛因为腿受伤 总之双方人马会合后 他们一个个都招狂魔用残忍且恶心的手段给 拜拜 谢谢微顾 小胡子更为了成英雄留下跟狂魔对决 无奈不堪一击马上就挂了 幸存的柯妖哥与长发妹逃到外面后 不马上报警而是假扮成他帮助过的男童 想说能唤起对方的良善 然后给人家出其不意的惦记 但别忘了狂魔是不会挂的 他掂掉柯妖哥之后 虽然长发妹开车冲撞而昏迷过去 但最扯的是 人家都不知开了多远他还能追上 上人家的车 故事就在开头的迈克路过 终于可以当上英雄 将汽车引爆给狂魔 拜拜 细细微顾下结束了 村长认为看完之后有恶心感 因为他血浆不用钱一直喷一直喷 啊除非你喜欢这类恐怖片 不然的话听村长解说就好 如果喜欢村长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传言记者加铃铛 脸书传言记者是切切开开 结果不会开车软软软软 我们下次见